我,麥鎮江,有一個屬於所有香港人的夢想 希望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港產榮手環道英倫開合 我希望可以在今年十月完成這個壯舉 成為香港極限游泳的先鋒 為了實現這個夢想 我在過往三年一直接受冰水游泳 和超長途游泳的國際級嚴格訓練 我的體能已經準備好 這個挑戰實際游泳距離將會是四十公里或以上 水溫攝氏十五至十八度 我希望藉此壯舉 令全世界的人知道 香港人不為困難和越強越強的精神 從差點淹死到冰水游泳世界第一 我從來沒有停下來 七歲那年我還未學會游泳 差點在河裏浸死 後來為了克服恐懼認真學游泳 從博愛醫院鄧佩琴紀念中學 去到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前 都是學校游泳代表隊 後來在香港拿了學士學位博士學位之後 搬到德國讀化學博士學位 畢業後來到折黑工作 慢慢開始接觸冰水游泳 現在在公開水域已經沒有再害怕 我深信我是為了自己的命運而游泳 還到英倫海峽 根據國際冰水游泳協會的準則 冰水游泳在泳手沒有保亂衣物的情況下 完成水溫低於攝氏五度的游泳項目 過往三年我在歐洲接受冰水游泳和超長途游泳訓練 我的教練師傅是Rotislav Vtech 他是前捷克公開水域游泳2008年北京奧運10公里代表 現時在世界上還到英倫海峽第五最快的榮首 也是現任斯洛伐克公開水域游泳國家隊教練 經歷過這三年極限游泳訓練生涯 我參加多過一百場比賽 比賽包括三公里、五公里、十公里、二十公里、幾十場冰水一公里 兩次冰水一英里的比賽 一英里的意思即是1609米 第一次一英里在水溫攝氏3.5度 用了31分鐘、24秒完成 成為全球第311位完成冰泳一英里的榮首 也是香港第一個 因此合資格成為國際冰水游泳協會的冰會員 也是唯一香港的會員 現時我是香港唯一的冰水榮首 也是香港一公里冰水泳紀錄保持者 紀錄是我在俄羅斯北極圈的摩爾曼斯克市 當時水溫攝氏0度 一公里我用了15分鐘、52秒去完成 在2019年我和3位捷克的游泳好手 包括Stanix Llama、Andris Misato 和Kamil Chepilak 我們用游泳接力的方式 沒有保暖交易的情況下 在平均水溫攝氏13度 成功環道蘇格蘭傳說有水怪的尼斯湖 我們用了11小時38分鐘 打破了4人接力的世界紀錄 在今年2月我用碟式完成了冰泳一英里 用了43分鐘03秒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男人完成挑戰 英籍女泳手Pauline Barker是全世界第一個人完成 從冰水泳到超長途游泳 我從來沒有畏懼 體能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成功已經在網 現在我只需要經費去完成挑戰 今年2020年 我希望結合我冰水游泳 和超長途游泳的技能 個人挑戰從英國道佛 Dover 游泳到法國加萊 水溫估計應該是攝氏15至18度 直線距離是32公里 但因為海流和浪的關係 實際游泳距離將會是40至45公里 我希望在14個小時內完成 由於日光時間會比較短 我將在黑夜開始游泳 之後在晚上完成 當然 英倫海峽游泳協會 是不允許泳手穿著膠衣或任何保亂衣物 更加會有成千上萬的水墓迎接我 在英倫海峽游泳協會紀錄裡 由1875年開始到現在 只有1652個人完成個人環道 如果我可以完成的話 將會是歷史上第一個香港人完成這個壯舉 我需要港元十萬元經費 當中有三萬五千元是給到韓服務船獎 另外三萬五千港元預算會是支持我團隊 一星期的食住行費用 團隊需要在船上大約20小時 需要食雲浪圓 每15分鐘就會餵我吃東西和飲食 他們的工作可能比我游泳更加辛苦 大約有港元一萬元 會是讓我參加今年五月 在外爾蘭舉行的Hit the War 渡海游泳訓練營 在營裡我會嘗試在攝氏十至十四度水溫裡 連續有八小時獲取環道英倫海峽的資格 大約有九千元港元會是Fringebacker 眾籌在這十萬港幣裡 有九個百分比會是用在網上交易費 和眾籌網頁行政費 剩下的資金我會回饋大家 去生產一些紀念品 有機會作環保物料泳衣的開發 從天水圍、元朗泳池 去到英倫海峽 我沒有忘記 我沒有忘記當初學游泳是為了克服怕水的恐懼 我想透過極限游泳挑戰 令世界知道香港人不為困難 愈強愈強的精神 我相信香港擁有的核心價值 是我們面對所有困難都不懼 愈強愈強 我們不會受制於居住和地理環境所影響 這次我的挑戰 不再是元朗泳池的五十米 而是大自然裡的四萬多米 我相信我們只要不忘初心 堅守信念 就可以發揮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我可以盡了香港人的責任 在世界上發揮我們的才能 我不是香港的游泳明星 我只是一個忠於自己的榮首 希望成為第一個港產榮首 不需要再保暖衣物去環道英倫海峽 要游過四十公里的大海 固然令人恐懼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放棄 我想證明 只要相信自己努力練習 有耐性去磨練 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成就大事 我仍然相信李小龍哲權道裡的哲學 以無法為有法 以有限為無限 Be Water 我叫麥鎮江 我相信我的名字的意思是 在江河大水裡引發震蕩 震蕩可以是用我自己游泳的故事 去啟發其他人 我現在不再在公開水域裡感到恐懼 我深信我已經不再是以前 差點在河裡浸死的小朋友 我相信我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游過英倫海峽 最後我非常感激各位上年支持 我還到尼斯湖破世界紀錄的眾籌 我希望我現在還有能力的時候 還可以瘋狂的歲月裡 希望今年2020年為香港運動史上創奇蹟 更希望香港人不忘初心 免於恐懼 走出重重難關